今天生活NEW一下 要帶你來看看 如果說週休假期 小朋友想出門玩 但是外頭有點雨的話 該怎麼辦 可以用手來練腳像功夫 因為現在這足球機器人相當夯 只要拿上手機 就可以來玩一場 機器人的足球大賽 當中有什麼樂趣 一塊兒來看 這不是電動掃地機 也不是電玩碰碰車 再看仔細點 他們有球 有顆足球耶 答案介紹 他們是超酷的機器人足球隊 腳碰啊 腳 上門 在哪呢 走在我身上 足球機器人的外型 雖然是車子造型 跟電影或想像中 人的設計有落差 但扣除掉這個小小的汗 足球機器人玩起來 可是超級威的大手科技感 首先玩家的手機或平板 就是遙控器 常接觸手遊的民眾 肯定依次就上手 如果想玩我們的足球機型的話 只要到我們的APP Store 不論你是IOS系統 或是Android系統 只要打出關鍵字 就可以下得到我們的 遙控軟體喔 開啟專用的APP軟體後 再利用藍牙傳輸 連動機器人 幾秒鐘過後 任何足球機器人 都要乖乖聽你的話 把它進攻 把它射門 把它防守都不是問題 操控介面大概是如何 其實跟我們電動玩具一樣 它有著前進 後退 左轉和右轉的功能 它還有磁球 以及我們的射門 當然還有很多花招 例如這樣子 這款足球機器人的誕生 背後有個溫馨故事 起因於一個工作忙碌的爸爸 為了不缺席女兒的成長過程 因此發明足球機器人 加強親子互動 所以這款遊戲 是和國小三年級以上的玩家 另外剛剛停到的互動 也在遊戲第一次開始前 徹底落實 玩這個足球機器人 其實說簡單也不簡單 因為你必須要自己DIY 才有這個成品 老師 為什麼這麼搞綱 當然沒錯 我們要組裝自己的足球機器人 之前要從最小最小的零件 開始組裝 那我們可以把它怎樣組裝呢 帶回家跟爸爸媽媽一起動手 做增加我們的親子互動 爸爸趕快教我怎麼組裝 我們開始組裝吧 來吧 第一步要怎麼 各位觀眾 10分鐘後過去了 終於組裝完成 我取名叫做小豪浩 小豪浩 那你對他有沒有感情 我覺得真的是 自己組裝 然後再去玩 會達到人機合一的境界 非常棒 既然你已經達到人機合一 那我們帶著小豪浩 到場上奔馳吧 GO 小姐 不好意思 跑錯場了 這是我的主場小豪浩 戰鬥開始 GO GO 我在幹嘛 我沒有辦法捲一捲 我是 我是舉 我是舉外的 揪到那裡 YA 兩分 好 小豪大多得輸了 新手上路請多包涵啊 要我這個菜鳥跟一群高手對戰 技法簡直是慘不遠堵 而你別以為這只是玩 半家加九個遊戲 其實早在1997年之後 國際就有舉辦機器人足球賽 台灣近年來成績美麥喔 正規的機器人足球賽的賽制 跟真人版足球比賽 規則有一點點不同 真人版要是一人上場 機器人只要兩人 比賽時間真人版全場90分鐘 機器人20分鐘 再來由於機器人動作沒有人類流暢 所以自然沒有自由球 也沒有罰球 雖然規則簡單點 但賞贏可沒這麼簡單 很像是提早出局了是不是 提早出局 先讓他們二對一下 那斷線了是不是 對 我們主場很厲害 他可以 主場是商兵名單就對了 想要擁有足球機器人這個大玩具 目前一組得花兩千多塊錢 要收集全隊跟比賽道具 花費逼近萬元 想玩又不想花大錢 其實坊間有不少相關社團 可以報名參加 小朋友玩樂至於 在講師帶領下 可以學習科學秩序 而家長也不至於荷包大商 雙方都有收穫